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试过他 可是他却 你你你放心 楚楚景臣那个狗东西 他已经活不久了 为什么 当然是有人要娶他小命了 可是 他剑法抄群 人又心狠手辣 我是怕你打不过 你 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想要娶他小命吗 我们下夜哥哥 这春宵一夜值千斤哪 妹妹儿 今晚上咱不聊别的 我们还是先快活快活 死了 半少爷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他上面有人我差点就查出来了 二少爷 二少爷 快走 下面全是杀月阁的人 我差点查出杀月阁 你敢再多说一句 我就把你关进地牢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在想什么 就是 算了 阿牧 阿牧 楚远之 我要杀了你 阿牧 如果你想报仇的话 就冲着我来吧 但千万别伤害自己 你 就是那个花魁 你是谁 果真是唇红齿白啊 别动我 我是二少爷的贴身护卫 请你自重 护卫 那我可是更喜欢了呢 等一下 什么情况 现在你懂了吧 我们三少爷 心流不羁 爱不如命 三少爷 来 让我仔细看看 做什么 二哥 你来得正好 这个护卫我要了 胡闹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拿来换他 我什么都不用 我只要 阿牧是我的贴身侍卫 你就别想了 跟我走 整个山庄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说了算 等爹回来了 我就去和爹告状 难道这位三少爷知道出远之的消息 这位三少爷知道出远之的消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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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